楊川潰本案再多三個人被起訴 全體理事今日提堂 議員辦事處播放電影《橫愛》被票控 周冠威將會向法院抗辯 中共下令過期數據要遷出阿里巴巴騰訊的雲端服務 北京十一個人因為傳送疫情照片被捕 美國國務院呼籲放人 布林肯說下個月開始 美國在阿富汗沒有實地外交存在 美國、英國三艘戰艦會被F-35集結太平洋警告中共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一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的直播節目新聞7時 我們先看第一宗新聞 警方落案控告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三名成員 他們今天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同意將案件合併 並請日後至9月24日再審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人上月 因為發布羊村系列兒童繪本被捕 警方國安處今早撤銷工會秘書五巧兒 師父陳元森及委員方子浩的保釋 控告他們串謀刊印、發布、分法、展示及複製 煽動刊物罪 今天下午連同早前被控同樣罪名的工會主席 黎文玲和副主席楊逸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 羅德傳審理 控方申請合併兩案押後至9月24日再審 以待轉介區域法院並反對被告保釋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理事 因為發布羊村系列兒童繪本 7月22日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工會主席黎文玲及副主席楊逸義被控串謀發布、分法、 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被拒絕保釋還押至今 在今個月的27日由尖旺區議員朱剛偉 在他的辦事處舉辦了電影幻愛私人放映會 警方及食環署派人到場 47名參加者被票控違反限聚令 當日出席放映會的幻愛導演周冠威 今天表明會就他的限聚令傳票向法院抗辯 周冠威今天在一個商臺節目中指出 自己當日是接受朱剛偉邀請出席放映會 活動是私人性質 在電影放映完之後 他與觀眾進行分享 約10至15分鐘後有食環署的人到場 其後也有警員到場 但是沒有干擾他的分享 為眾人離開時被票控違反限聚令 周冠威質疑如果政府的目的是限聚防疫 應該在放映前或放映會期間就已制止 他反問為何自己出現食環署的人員才現身 他又指如果不是食環署派人放射混入會場 相信放映會是不會有其他公眾人士入場的 民政處回應稱接獲有關朱剛偉的投訴 指他使用議員辦事處進行與區議會工作無關 及可能觸犯香港法例的活動 包括舉行電影會 處方亦稱如事實證明他的議員辦事處 曾用作不合乎區議會職能的用途 相關的酬樽和辦事處營運費用將不獲法還 朱剛偉上週六在Facebook發文 批評是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並附上一張圖片 圖片指工聯會組織二百人看電影 沒有人被票控 但40人在區議員辦事處看電影 全部被發限聚令告票 一間位於新蒲江商下的獨立英文書店 清明堂在昨日宣布將會在10月15日結業 這間店舖的老闆溫敬浩之後將會全家移民 並且簡直說是因為政治的原因而離開 溫敬浩昨天在Facebook上正式宣布 表示書店要結業及全家離開香港 是一個非常痛苦和悲傷的決定 他直言決定是因為政治因素 雖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並非涉及政治 但他引述喬治奧威爾的名言 在這個時代沒有遠離政治 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 他認為今天的香港和1940年奧威爾提出名言時 是同出一次 他提及選擇將書店結業而非轉手 自己希望保持獨立書店的獨特性 他表明不會做清貨減價 結業後的全倉會贈送給有需要的獨立書店或機構 最後他鼓勵大家 香港人加油 溫敬浩的父母是香港人 70年代移民美國 溫在美國長大 回港前在美國是一名律師 2016年溫的外籍妻子Janny取得香港科技大學教席 隨後全家人決定移居香港 2017年溫敬浩開設獨立書店清明堂 實體店在2018年1月開業 清明堂一直標榜是100%獨立 除了主打英文二手書或舊書、舊漫畫之外 也出售一些參與社會討論的英文新書或藝術家作品 書店也經常舉辦座談會邀請嘉賓探討8964等議題 老闆溫敬浩也經常在報紙專欄 及書店社交媒體上讚聞回應時局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溫敬浩曾積極發聲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說不排除會參考法國 限制未接種疫苗的人士進入特定場所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今早表示 如果有關場所涉及必需的日常服務 或者會令受影響的市民反感 法國上月推出健康通行證 要求民眾進入食肆、酒吧和安老院等地方前 需出示通行證 聶德權昨日指不排除禁止未接種者進入指定的場所 梁子超今早在港台節目中表示 如果港府日後限制未接種疫苗者進入某類場所 而又涉及必需的日常生活服務 可能令一部分受影響的市民反感 同時影響這些必需服務的提供 他舉例指政府去年曾禁止糖食 導致有市民需要蹲街吃 梁子超又認為本港現在的問題在於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 在通報疫苗接種風險上產生的問題 令不少市民尤其是長期病患者和長者 對疫苗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慮 而政府一直沒有正面解釋哪一類極少數人不適宜打針 或者應該延遲打針 他俗指如果政府採取有關的措施 就好像變相強迫打針 可能令長期病患者和長者有心理壓力 打不打針都可以出事 梁子超就認為法國的措施只是變相鼓勵疫苗接種 而相關措施也引起爭議 至於措施能否控制疫情 大家有目共睹 中大醫學院今天公布一項研究發現 在疫情下出現了近似爆發式增長的情況 本港學童的近似發病率增加了1.5倍 研究團隊在2019年12月至去年1月 招募709名6至8歲的兒童 跟進他們8個月的情況 另外團隊在2015年曾招募1084名同齡層兒童 並在疫情爆發前完成3年的除訪 以此作為研究的對照組 團隊估計在疫情下 學童近似發病率為大約30% 校對照組的12%高出1.5倍 另外在疫情下平均每年近似加深80度 校對照組的41度高約1倍 研究也發現 學童在疫情下平均每日使用電子屏幕的時間為7小時 在疫情前的近3倍 參與研究的8歲學童 Nicole 參與研究前已經有400度近似 但8個月後近似增加125度 他的家長指女兒試過眼睛疲累至難以張開及流眼水 並指疫情下女兒需要3至4小時上網課 亦要做網上功課同時減少外出 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系副教授任卓聲表示 6至8歲為兒童視力發展的黃金時期 建議每日用2小時接觸戶外環境 放鬆眼球適量接觸自然光 增加分泌多巴胺 有助減輕近視加深速度達30% 他又建議兒童養成健康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 在使用電子產品時保持適當距離 港隊劍後余翠儀和隊友吳舒婷和鍾遠平 昨天出戰女子花劍團體賽 四強賽以33比45不敵中國隊 其後與匈牙利爭奪銅牌 戰方激烈 余翠儀在最後一局出場時 比數為37比40 港隊稍微落後 但他也沒有放棄 不過最終比數為44比45落敗 與獎牌圓限一面 女子花劍團體賽同排賽 戰況激烈 與翠儀打頭陣 但以3比5稍微落後 其後第二局比分近拉開至10比3 但吳舒婷在第三局反追 比分來到15比13 反超匈牙利隊2分 最後一局比分去到37比40 港隊落後3分 與翠儀壓續出場 不過對手採取防守策略 維持分數優勢 在比賽最後不到1分鐘的時間 比分來到44比40 但與翠儀仍未放棄 逆境下連追4分 比分持平 但匈牙利選手在最後幾秒獲得1分 港隊以44比45落敗 賽後 余翠儀接受港台訪問 表示對自己的發揮感到失望 沒有運用在家裡訓練的技術 他又指三人的表現越來越好 想起同排賽最後一局 他坦然自己一度想放棄 但他明白上場後 無論多怕多想放棄 你也要堅持下去 雖然比賽輸了 不過余翠儀認為這場是值得回味的比賽 他們三人在中途都沒有放棄 他希望他們今次的比賽表現 可以鼓勵港人 希望香港人看到我們的比賽 可以告訴大家 無論多困難多辛苦 知道大家都有想放棄的時候 但堅持下來和你身邊一定有人支持你 前TVB藝人陳即榮、Jeff去年患上肺癌 在今年5月不敵病魔離世 陳即榮的女朋友尼凱琪、Lillian 由27日到今日在中環舉行 記住我們好好說再見個人展覽 希望透過這個展覽完成陳即榮為緣 展覽場外一塊大大的玻璃、數條簡單的黑線 將兩人的愛和今次展覽的主題 簡約地浮現得淋漓盡致 步入展覽會場 以便悠悠地傳來男子組合 Sea All Star 唱著陳即榮為李凱琪所作的一首遺作 記住我們 場上有一篇由李凱琪為展覽寫的序 記錄了一個女生於2020和2021年所發生的事 怎樣令她一直無法忘懷 展覽內無論布置、擺設、照片和影片 盡將李凱琪對陳即榮的愛和思念展現出來 舉辦展覽源於完成Jeff的遺願 李凱琪說她曾有願望 我們的婚禮用展覽的形式呈現 對於她策劃展覽時發現 透過一個愛情故事展覽 應該用更多的能量 鼓勵身邊失去至愛的人 應好好珍惜身邊人 愛要及時 多些表達 多些陪家人或者朋友 中共監管措施越來越嚴峻 近期已經下令國有企業 要將數據加速由阿里巴巴和騰訊等的 雲端服務轉移到政府的雲端裏 外界認為 有一個舉動將會引發中國雲端服務市場的動盪 對《南華早報》報導 距離中國數據安全發生效日 9月1日只剩下幾天 中共國家資產監管機構下令 國有企業必須加速數據 由科技巨頭阿里巴巴 騰訊等雲端服務轉移到政府的雲端 天津國有資產監管管委員會 SASAC 在27日發表通知 下令中國國企不可建立新的數據中心 或購買伺服器 採購其他儲存硬件等 據天津市政府8月12日的文件顯示 必須禁止和華為、阿里巴巴、騰訊、 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和 中國電信所經營的公共雲端平台 簽訂延長合約或新租用合約 值得注意的是 儲存在這些雲端平台的數據內容 需要在現有租約到期的2個月內 遷移到SASAC控制的數碼基礎設施 最後轉移限期為明年9月底 這項通知最後更明烈 由於國有企業數據為國家資產 因此必須受到監督 外界認為 北京此舉 將會引發中國雲端服務市場的動盪 早前中共整肅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並停止螞蟻集團上市 背後便涉及到中共想要取得 客戶數據的控制權 在8月27日 深圳市警方發出通報說 P2P平台起頭網 目前有6億6200萬元的資金 還不到給投資者 其中涉及的人數高達5635個人 在8月18日 有一間公司的董事長被正式拘捕 大陸P2P平台起頭網的董事長王生 目前被逮捕 起頭網欠5,000多投資人 6億人民幣、夏銅 資金無法對付 王生是擁有500萬粉絲的財經大V 網民指其利用自媒體先種狗菜再割狗菜 據陸媒報導 王生引發眾多的關注 不是其起頭網董事長的身份 而是其在網上的財經大V身份 王生和金融 據其之前在各大平台上擁有的粉絲數量 超過500萬 微博300萬粉絲 公眾號粉絲超過200萬 其公眾號王生和金融的文章 每篇的閱讀量都超過10萬 王生公眾號的文章多數都是情緒化的文章 中共網信辦8月27日消息 決定從8月27日起開始清朗 商業網站平台和自媒體 違規採編發布財經內信息專項整治 今次專項整治重點聚焦財經內自媒體帳號 主要公眾帳號平台、主要商業網站平台財經版塊 主要財經諮詢平台等四類網上傳播主體 重點打擊八類違規問題 起頭網從2014年成立至今 其從出資人獲得的資金可能超過13億 以對付的金額僅約50% 目前微博上已無法搜索到王生和金融 微信公眾號王生和金融帳號已被停止使用 王生被逮捕的消息公開後 不少網民認為是重磅消息 有網民跟帖表示 王生通過發文章吸粉割韭菜 左手大量發愛國文章吸引粉絲 右手割韭菜 王生經常罵美國 自稱愛國正能量 原來是將這個當成了生意 亦有不少網民表示 從一開始政府監管的缺失 是導致P2P一切亂局的根源 P2P可以被允許 本來就是監管失職 在8月27日 美國國務院通過E-mail呼籲 中共釋放11位被拘捕的北京市民 他們因為傳送了有關北京疫情的圖片等資料被海外媒體 而被中共指控他們犯罪 這11人在2020年7月被捕 他們都是法輪功學員 其中包括北京畫家許那 今年4月25日 北京東城區檢察院指控他們破壞法律實施 並向法院起訴 美國國務院在電子郵件中說 美國呼籲中共停止要這些尋求報道真相的人禁聲的行為 並且表示 自由和獨立的媒體 包括公民記者 對於確保要政府更加負責 確保我們所有人 面受未來的疫情傷害至關重要 曾經是瀋陽第一監獄服刑的政治犯 最近和媒體爆料 說了監獄中強迫勞工 服刑虐殺等等的黑幕 他又說瀋陽第一監獄的黑幕 是具有代表性的 能夠將這個黑幕曝光 在裡面所有犯人的共同願望 2018年7月8日 在瀋陽打工的黃玉欽 因為在網上發表言論 批評社會不公 被瀋陽國保拘捕 之後以侮辱罪判刑 黃玉欽透露瀋陽第一監獄裡有工廠 一年創造收入達好幾億 有勞動都在看護 我們那個監獄主要是做那個服裝的 那個服裝老闆是千金德泰有件公司 我們主要是向那個全世界出口 犯人上午6點半出去開工 晚上7點半回來 火食很差幾乎沒有收入 如果完成不了每天的工作量 犯人就會被獄警又打又鬧 黃玉欽透露瀋陽第一監獄裡 還有很多法輪功學員 黃玉欽去年才出獄 他表示監獄年年都對法輪功學員 進行強制轉化 每年都有這個過程 去年那個國慶節 把他們都集中在那個一個屋裡 整個窗裡全都給你關上 不給你透光 關在裡面 正正吃那個窩窩頭 屋裡擺的全是電棍 然後有的人就不轉化 然後送到那個高級隊 然後天天作動去 過一個月 我認識有一個法輪功叫嚴旭光 他看了12年 我出來的時候他還有8年 黃玉欽還透露瀋陽第一監獄犯人的死亡率很高 最主要是監獄不幫犯人及時醫病 而且有些重病的人監獄還會加速他們的死亡 說到半夜10年都停不到天亮 就是死亡的一家發生 他那個東北嘛 他不是天龍嗎 他把你身上衣服全部給你透光 就用那個冬天的涼水卡在那邊一身衝 這是你的有病的情況下 衝完了給你往那個床上一放 就是一個印不出本 光臨流往上一放 把那個窗戶打開 被人家被人家死了 那你就可以了 你怎麼還在那裡 你們人家全都知道 黃玉欽還表示 沈陽一監 還存在嚴重的貪污腐敗 這些黑幕都是有代表性的 裡面的犯人都希望有渠道 能夠將這些黑幕曝光 昨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在9月1日之後 美國不太可能在阿富汗建立外交渠道 但他承諾說拜登政府 將會繼續幫助那些想要撤離阿富汗的人 8月31日是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最後期限 布林肯在NBC節目與媒體見面 Mita Plus中告訴主持人查克托德志 首先 就9月1日之後的實地外交存在離港 這不是那麼可能發生 但將要發生的是 我們將繼續幫助那些想要離開阿富汗 但在9月1日之前未能離開的人 這一承諾將持續下去 布林肯繼續說道 這項努力沒有自止日期 如果人們選擇離開 我們有辦法 我們有機制幫助他們繼續離開阿富汗 同日 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採訪時 布林肯證實 美國將在8月31日之後 不再在阿富汗設有外交存在 但政府將繼續在該地區進行外交活動 是否重新開放駐赫布爾的大使館 將取決於塔利班的 在未來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內的行為 布林肯表示 拜登政府還在積極努力從阿富汗 撤離大約300名美國公民 這些公民已向美國表示要離開阿富汗 在NBC的採訪中 當被問及美國 如何幫助撤離更多處於危險中的阿富汗人時 布林肯拒絕透露細節 但表示美國官員正在與國際社會合作 而確保塔利班兌現承諾 允許擁有適當證件的阿富汗人 在8月底之後離開該國 布林肯說 我們有100多個國家 其中114個國家 簽署了我們發起的聲明 明確表示國際社會希望塔利班兌現承諾 被人們在8月31日之後 繼續離開這個國家 他還確認美國並沒有相信塔利班的話 而是通過他們的行動進行考察 在ABC的採訪中 布林肯被問及8月27日 美國無人機襲擊 並炸死兩名ISIS-K頭目的情況 他表示未來幾天 將公布更多有關襲擊目標的細節 美國航母卡爾文森號 在上個星期六到達日本環水河基地 目前美國和英國一共三艘戰艦 會被F-35隱形戰機集結在太平洋 外界認為這個舉動是禁止中共的 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28日抵達日本連補了今年5月2日 3號航空母艦調到中東留下的西太平洋 沒有航空母艦坐陣的空缺 目前在中國附近的日本沖繩海域 集結的三艘戰艦包括 美國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 美國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 和英國伊麗莎白女皇航空母艦 都搭載F-35引擎戰機 混成最強大的海軍編隊之一 最近幾個星期 中共海軍一直在進行軍事演習 冒移入侵台灣 福布斯新聞報導 這三艘頂級戰艦的結集 是對中共發出警告 只是如果入侵台灣 就會面臨深遠的後果 當中卡爾文森號艦隊 是第一艘部署F-35C閃電2隱形戰機 和海軍CMV-22B魚鷹運輸機的戰鬥群 日本橫須賀港攝影師阿爾薩斯 星期六拍到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 由近海航行入港的畫面 相片顯示多的F-35C戰機 停在航空母艦夾板 搭載機密度驚人 《大紀元時報》報導 三艘航空母艦和護航的火力 比大多國家擁有的整個艦隊都強 中共海軍目前只部署了兩艘航空母艦 它的大小和能力 大概和伊麗莎白女皇號相似 當美國東南部地區的居民 正在忙著準備 如何面對颱風艾達的時候 加州部分地區的居民 因為山火被迫離開他們的家 根據消防官員說 自至星期日清晨 8月14日開始燃起的卡爾多大火 已經在北加州地區 燒毀了超過15.6萬英畝土地 燒毀了471鎖民宅 目前只控制著19%的火勢 南加州、賓河縣、西南部 穆烈塔市的叢林 週六中午也開始燃起了大火 6小時內蔓延至1,200英畝 消防局推特消息 自至星期日上午7時 大火已經燒毀了1,425英畝土地 燒毀了兩棟民宅 目前僅控制著10%的火勢 150名消防員 23家發動機公司 兩架直升機和4架空中加油機 和大火奮力搏鬥 但野火仍然視若不減 起火原因仍然是調查之中 隨著大火在一天間蔓延 政府不得不頒布強制撤離令 頓促附近居民撤離 和南加州克利夫蘭國家森林 接壤的地區的居民 也收到馬上撤離的警告 暗年加州野火已經燒毀了超過166萬 英畝土地 面積比特拉華州還要大 足球賽事 新生拿提對決奧蘭多城 過程當中一名兩歲的男生 很開心地跑進球場 成為這場賽事的頭條新聞 居俄開俄州當地報章 新生拿提詢問者報導 這名叫澤德克卡彭特的小孩子 在下半場比賽的時候 突然跑進正在比賽的TQR體育場 不半變的賽場 當時小孩子正在觀眾席第一排 隨著足球被踢軟 已經躍躍欲失的小孩子 一下子就衝向球場 小孩子的媽媽立即越過護欄 去抓著小孩子 小孩子回頭看媽媽 但對腳就一直沒有停過 繼續向足球衝過去 幸好這位媽媽雖然跌到四腳朝天 最終一手抓著那個男生 美國足球大聯盟 將這段影片放上網之後 收看的次數已經突破82萬 在8月28日晚 新能源汽車賽道股比亞迪 發布2021年上半年財政報告 正利潤同比下降接近30% 投資者又要爆了 比亞迪發布2021年上半年財報顯示 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908.85億元 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是11.74億元 同比下降了29.41% 比亞迪公司解釋為什麼利潤會下降 公司說報告期內因為產品結構變化 公司無利率下滑 同時受到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上漲影響 公司整體營利能力受到一定影響 公司無利率由2020年上半年的18.05% 下降到期內的11.13% 中國基金部28日報導 自至到最新收盤 比亞迪的市值高達8,000多億 但上半年11.7億元的淨利潤 對比起利潘然有點刺眼 最新數據顯示 比亞迪的股東高達42.6萬戶 對於這樣的市場估值 股民也炒回了 私募大佬彈斌轉帖說 為什麼保利萬科年利率400億上下了 市值才是1,000多億、2,000多億 估值投資了去哪裡 還有不少網民表示 新能源汽車本來就是花錢買夢想 兩個電機放個電池放個座椅 有什麼良心的工業垃圾 比亞迪大腿抱得好 地方政策優厚 私下管理一團亂租 還是娛樂圈妄製網路這些虛擬經濟賺錢 實業不好做呀 明天8月31日 週二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 間中有趙雨和雷暴 雨勢有時頗大 氣溫介乎於25至29度 相對濕度75至95 吹東風風勢四級 間中五級 我們一齊看看天氣概況先 高空擾動會在未來一兩天 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帶來大趙雨和雷暴 隨著高空擾動在本周中後期 遠離華南沿岸 以一個地區的趙雨減少 高分時間會有陽光 同時一度廣闊低壓曹 會影響南海中北部地區 只望星期三 簡中仍然有趙雨和雷暴 下午趙雨會減少 最後兩三天 部份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 今天的直播節目 新聞7點鐘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守護真相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 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們Patreon Isaac下次再和大家見面